倒下高糖 夺夺将青菜肉片统统一起下锅 还有这灵魂火锅料更是少不了 近来天气变冷 许多人都会想吃个火锅暖暖身子 只是最近民众发现火锅料涨价了 涨幅约在一到两成 主席总处公布11月消费者指数CPI 由于外食费还是很高 11月CPI年增率虽然会落到2.9% 但还是必进3% 其中以食物类涨5.63% 医药保健类涨3.05%最多 若进一步看368个茶价项目 番茄涨最多高达59.44% 再来相交涨58.77% 番茄流涨51.59%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10月就是一些天气的影响有一直持续下来 行政院关注17项民生物资 CPI平均3.46% 不过猪肉物价仍高来到9.57% 鸡肉4.95% 面包3.8% 主席总处表示 从9月开始到11月CPI年增率都在3%左右 主要是气候影响了蔬果的价格 但若扣除蔬果后的核心CPI是2.38% 为近21个月最小涨幅 核心CPI回到无二战争前水准 原时新闻综合报导